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四季景色各不同 而这个季节的工程就是个果园 装点整个摇箱的主角柿子 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 柿子在工程人这里有着特殊的称呼 它们取名月氏 之所以称为月氏是因为柿子制成饼之后 金黄圆润 很像满月 所以月氏就成了工程人对柿子的爱称 每年的这个时节 家家户户都在为丰收而忙碌 走进摇箱 视线所及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柿子树 或在房前屋后或是整片的月氏基地 总之这个时候摇箱人家的生产生活 几乎都是围绕着月氏 这个是水泡那个柿子 脆柿这样子泡出来 新鲜的柿子会有色味 因此脱色就成了很重要的步骤 先就是用一个这种以前这种钢 用钢 然后倒了水 把柿子放进去 然后卖上水 放上生死飞 盖上柿子叶 这样经过六七天 它身位就没有了 然后这样泡了以后它就可以生吃了 那柿子又甜又脆这样子了 盖柿子叶可以脱色 这是摇箱代代相传下来的老方法 月氏在当地人心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因此每年这个时节 唐宴都要来到这里感谢今年喜获丰收 同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宫成五庙 又称官帝庙 是祭祭三国名将关羽的庙宇 始建于明朝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就在与五庙相距五十米的旁边 是先于五庙而建的宫成文庙 又称孔庙学宫 宫成文庙与山东区附 北京和台北的孔庙一起 并称为全国四大孔庙 正所谓桂林山水假天下 古建精华在宫成 县城中心 文庙 武庙相邻而建 一文一武 全国罕见 这也体现了当地人崇尚文武双全的传统 武庙祭拜之后 唐宴要赶回村里 一场热闹的比赛正在进行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刨市大赛 第一组是我们的机械组 男子组 预备 开始 每年为了鼓励大家劳动的积极性 村里都会举办报柿子大赛 柿子皮高高抛起 像彩带般起舞纷飞 是这个时节 遥乡人家的小院里 最常见的场景 好了 完了 下面我们进行的是女子刨市大赛 大家准备好啊 我很可能你开始啊 她准备工作之后啊 预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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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柿子皮的口感欠佳 因此爆柿子是制作柿饼之前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也是当地人必备的重要技能 加油 全部爆完 这个爆得非常好 这个可以的 第一名 过去都是手工爆柿子 后来聪明智慧的瑶族同胞 发明了这样半自动或者全自动的机器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手工跑柿子比赛 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比赛完毕 谁就是冠军 现在大家准备 准备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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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厉害的 上次的冠军 手工爆柿子是传统的爆柿方法 这样的比赛可以让人们看到纯手工与机器的差距 更深切感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好 现在我们是男子第一名跟女子第一名比赛 我们看是男选手快还是女选手快 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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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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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燕是当地有名的爆柿子能手 几乎每次比赛都会参加 也都会取得很好的成绩 用她的话说 爆柿子并没有什么技巧 只是熟能生巧而已 现在我们看一下质量 我们女选手说这个比较好 但是我们从专业的眼光来看 我们觉得男子组的比较光伤 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们在平常的工作中 女的也有优势 所以我们这一局就算平局 赢在速度 对 速度第一 品质 品质差第一 速度第一 嘉惠镇的四安村沿茶江分布 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得这里的月市远近闻名 其实 爆柿子做柿饼 是月市成熟的季节 赶上天气好的时候 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在做的事 一家爆柿子 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 我们这里刨柿子的历史很悠久了 以前刨柿子全都是手工刨的 都是用手这样转动柿子 这样慢慢刨出来一个个 后来慢慢的 慢慢的 然后就改为半自动的 还有就是慢慢的第一代产品 它就很慢 比手工刨的就方便一点点而已 也是放在机器上面转 经过几次的改良 现在就变成一个了 我就是早上去摘柿子 下午就刨半天 可以差不多一千斤吧 这个是马达嘛 然后用手 用那个脚踩到这里 把柿子放到这里里面来 固定好嘛 固定然后这是个马达的开关 把脚放在这个开关的位置上嘛 不要踩下去 然后把手准备在这里 在它这个尾部这里 然后马达一踩下去呢 这个刨子就顺着这个方向挪动 一定要熟能生巧这样子 否则的话柿子就刨 只刨到一个地方 变成一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两天以后呢 它就慢慢地变软了 然后就成了这个形状了嘛 然后我们就用手工也是这样 把它松囊 松了以后 就为了更方便它 更快地干嘛 然后就放在塞子上面 继续晾晒 再过几天 两天以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很软了 已经水分很少了嘛 慢慢地是糖渍什么的 都在里面了 然后就色味也去掉了 慢慢地慢慢地 我们就把它整形了嘛 最后呢 再过两天呢 它就慢慢地变成这个 水分很少了 都剩下糖分什么 就成吃饼了 这样就可以吃了 松伸 粘形 反复晾晒 是仙柿子变身是饼的 必经过程 在工程 试饼也有多种不同的模样 铜钱边呢 就是把它整成像铜钱一样 这样 把里面的肉呢 全部碾到外面来 你看 像一个铜钱一样了吧 有的呢 就可以做成辣椒饼啊 辣椒饼呢 它就是个子小一点那种 这样把它捏起来 就这样 圆圆的 这样 像个红辣椒一样的 这样子 还可以做成很多 像那玫瑰饼啊什么的 还有的可以做成糖饼 就是圆圆的 北方人比较爱吃的 再软一点的 它糖分比较多的那种 颜色很红的那种 就是成熟度 上糖了很多的 酸酱以后做的饼 稀心地看护 勤快地翻扇 还要盼着每一个艳阳天 看似简单的柿子饼 做起来也是不容易 抱下来的又硬又色的 柿子皮并非一无是处 反而被派上了大用场 柿子皮的作用可大了 把它晾晒干了嘛 喂我们的牛啊什么的 猪啊都可以 牛特别喜欢吃 它还有很多营养成分嘛 如果是没有这些都还可以 放早气池 产生早气 做饭什么节约能源 它作用挺大的 柿子全身都是宝 你看柿子 柿子的叶子可以做药材 然后柿子做柿子饼酒啊 泡柿子啊做翠色啊 还有柿子的皮可以喂牛啊 进早气啊是吧 你来说道菜 你去吧 这一集就已经做了 我给你做了 详细的 这是那我 你身边 我做了 我做什么 那我做了 没有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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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仅可以放心食用 也是柿饼品质好的标志之一 每年秋冬季节 摇乡漫山遍野的柿子 等待着人们采收 摘下的柿子除了鲜石之外 剩下的都被制作成了柿饼 如今当地人引进了现代化的设备 开发出了多种不同的食用方法 柿子干就是其中很受欢迎的新产品之一 越式的丰收给当地人带来了希望 现代化的加工生产提高了效率 拓宽了销路 产业的兴旺 使得遥乡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越式对当地人的重要性 体现在他们将柿子 应用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酒也是可以用越式来做的 以前都是酿的 就是用成熟的柿子 然后就经过酿酒的过程 像传统的酿米酒这样子 也是那种工序 然后就发酵以后酿成柿子酒 现在我们都是拿柿子饼来泡酒的多了 自己家酿好的米酒 晒好发成好的柿饼 拿那个柿饼来泡酒这样子 像这个柿子酒不要泡很长时间 可能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出味了 时间泡得越长呢 那味道就越浓 一般我们都是当年的 就是以后那个柿子 到了11月份那样子 那个晒制出来的那个柿子饼嘛 它糖分比较重 质量比较好 就那样的柿子来泡酒 到瑶族人家做客 有一种味道是一定会遇见的 当地瑶族同胞一年四季 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 也是百吃不厌的 正是工程油茶 这都是家家夫妇都会做 这个历史已经很悠久了 我们这里早上啊 还有招待客人啊 家家夫妇都拿来招待客人 喝油茶 早上呢必须得打油茶 没有喝油茶就像没有吃饭一样 天天喝 从小都喝 最主要的原料呢 就是茶叶了 茶叶啊 发生啊 蒜米 蒜米啊 姜啊 这些 姜非常重要 自家种的茶叶 像在那天头地尾啊 种的茶叶 自己采摘回来这样子 也可以 生的茶叶也可以做 干的话 就把它晾晒干了以后 就拿来备用嘛 本地清明古语时节 采摘的茶叶 先用少许开水浸泡 以减少烟火味和苦涩味 这个茶叶 你用筷子夹起来以后 看看软了 夹起来那个筷子的手感 那个感觉就是泡软了嘛 以后就可以了 在茶锅里加入猪油 放入姜 蒜 花生和茶叶 工程油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它既不是泡出来的 也不是煮出来的 而是打出来的 茶锅 茶叶锤 这些制作油茶的专业工具 在瑶族同胞家里都可以找到 洗茶 打茶 绿茶 是瑶族同胞 每天都要做的事 工程油茶历史悠久 工程史称茶城 正因为此地盛产茶叶而得名 这条流淌在工程县境内的河 如今的名字是工程盒 但当地老百姓更喜欢叫它茶江 世代居住在山区的瑶族同胞 根据山地潮湿的地理环境 发明出了油茶 姜 蒜 茶的组合 可以驱除湿寒 补充能量 油茶常在饭前使用 吃的时候讲究也是很多 为了感谢左邻右舍 农忙时节的帮助 唐燕决定准备一桌 传统的瑶族美食款待大家 工程十八酿 酿酿是美味 今天唐燕就要制作 其中的两种酿菜 以苦瓜为酿壳 以肉 香菇 木耳 葱花 和泡好的糯米为馅料 这就是著名的姚家苦瓜酿 也是当地颇受欢迎的 民间家常美食之一 接下来的这道酿菜 就稍有难度了 将水豆腐切分成长方形的小块 用弯起来的竹面 挖掉豆腐块中间的部分 这是制作豆腐酿的关键一步 放入馅料 肉和葱花 再将之前挖出来的豆腐碾碎 盖回去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 这里很穷 家里面都反对 说你去那个地方 全都是泥林路 黄泥的路 那时候都是单车 我们这里都是人骑在单车上面 那里都是下雨天 都是单车骑人 走不了 现在的变发就是种了这个狮子 这几年这个狮子 因为我们这里的狮子 品质好 都是用那个鸡肥 什么种出来的 质量很好 效量也很好 现在大家的变化都挺大的 家家夫妇你看都建了楼房 有的买了小车 生活水平上来了 家家夫妇都过上了好日子 变化很大 这种菜当地人称为斑瓜 是工程人的家乡味道 因为口感非常爽脆 所以当地的瑶族同胞 亲切地称呼它为瑶小翠 味觉的满足 往往能够消除一天的劳累 美食尤其是家乡味道 最能带给人幸福感 将炒米 麻淡果 葱花放入碗中 再加上之前打好的油茶汤 这才是工程油茶的正确喝法 怪不得当地人说 工程的油茶不是主食 圣似主食 一口油茶喝下 先是茶叶的清苦 过后是甘醇鲜香 味浓而色 色中带辣 提神醒脑 当地人俗称爽神汤 一锅茶水喝完之后 还可以向锅内掺入清水 继续熬煮 这样可以反复熬煮五六锅 一锅锅煮下去 已经没有了先前浓重的味道 正所谓一杯苦二杯色 三杯四杯好油茶 一桌传统的瑶族美味 是对邻里互助的感谢 更是为了庆祝丰收的喜悦 感激乐视 给当地人带来的幸福生活 去年乐视丰收的时候 泡下的柿子酒 现在正好可以品尝 美食美酒 都美不过人们喜获丰收的心情 随着瑶香乐视的名气越来越大 当地人丰收季的生活 也变得越来越忙碌 能够这样家人团聚 邻里相近坐在一起吃顿饭 变成了很奢侈的事情 1990年国家撤销工程县 正式设立工程瑶族自治县 作为年轻的瑶香 当地近年来越发重视 对瑶族文化传统的保护 长谷舞这种瑶族民间的传统舞蹈 被改编为广播体操 在 未经许多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洋岛上的渔民早餐吃什么 海参 海胆 海螺 鲍鱼 扇贝 是怎样从海里捕捞上来的 准备潜水 捕捞产品 用烧柴火的大铁锅 呼鲍鱼 海胆 海螺 扇贝 什么味道 好炫啊 下期乡土带您去大连的海洋岛 看开渔节后渔民的生活上集